追不上的 不追 背不动的 放下 看不惯的 删除 渐行渐远的 随意 我们要明确自己的目标 有人天生擅长追梦 他们总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如同风口上的猪 对于这些人 我们要送上真挚的祝福与鼓励 但也要告诉他们 追不上的 不追 我们要学会放手 让他们在追梦的道路上 获得更多的力量 我们要学会背负 我们力所能及的责任 有些事情 我们确实被不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选择放弃 学会放下 让我们减轻负担 以更好的姿态 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 我们要学会面对那些 让我们看不惯的人和事 也许现在的你无法改变他们 但你要学会包容 学会接纳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 我们要学会尊重 让他们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一个小小助力 我们要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调整自己的心态 有些事情 在渐行渐远中 我们会发现其真正的价值 也许当初 你曾为此焦虑不已 但如今 你会微笑着回首那段岁月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要学会放手 背负责任 面对看不惯的人和事 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 调整自己的心态 让我们在追梦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 收获成长的真谛 好 兄弟 感谢观看